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慧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 现在房价不是口口在涨吗 然后大家就是对于房市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嘛 期待自己想要的低点能够到来 但是又觉得不太可能 就是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那我就看到一则新闻 明年房价又要涨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明年侦探费推升房价涨5到10% 国际间大力推动净零碳牌 专家直言碳费尚未开征 绿色通膨预期新利已造成 营造成本报价较去年底 上涨10到15% 预期2025年碳费制度上入 水泥 混凝土 钢筋 玻璃等价格 都将走扬 推升房价上涨5至10% 环境部认为客探税只影响房价的1% 根本是安慰人的话 根据主计总处 统计资料显示 今年来涨最凶的为 玉瓣混凝土 在民国110年 前7月年增幅度仅3.24% 到了民国111年前 7月飙升年成长11.8% 到112年增幅也高达9.34% 刚进于110年前 7月涨幅于36% 111年也成双位数成长 直到去年衰退11.08% 嘴尼也成于111年 112年连两年前7月 双位数成长 官员就解释 业者为了环保 净零碳排或因应碳废额更换设备 研发先进节能制成等 投资成本上升 进而调高售价成本 转价给消费者 钢筋价格先涨后跌 市场人士分析 应该是国际相关钢品价格下滑影响 受到原物料成本影响 近年以来 预半混凝土 价格持续上涨 每顿超过3000元 市场人士认为是绿色通膨 造成芦石粉 灰飞原料上调 雅妮表示 现在原料运费都翻涨很多 销售已入不敷出 所以未来势必得因应碳废调整成本 那专家指出因应碳废即将开征 相关业者早已开始布局 如上市公司要进行碳盘查 排碳大户以着手节能减碳 购买碳权因应 为此已有物料供应商表明要涨15% 那不动产开发工会全联会的理事长也认为 碳废的课征会慢慢退升房价 估计涨幅约3-5% 为实际涨幅需考量各地供需 那专家指出 营建成本这几年持续攀高 相较于3-4年前 部分地区涨幅近一倍 过去台北市15楼建筑 每瓶营建成本约12.5万元 现在25万元 新北由11-12万元 攀升至18万元 台中也涨很大 每瓶由8-9万元 成长至现在的16万元 更不要说许多地区 土地价格也涨了快一倍 所以这个明年的房价 就碳税再急 这个大家都知道 绿色建筑越来越流行 为了要符合国际间的期待 跟标准 所以明年房价真的会涨这么多 这样很凶 那今年买不就稳赚吗 其实看起来是 其实这个也不是今天在讲的 这我们也蛮久之前 去年还是前年 那时候刚刚说ESG的时候 我们就有讲 应该是会涨价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的某些专家 出来讲说 其实没有涨这么多 对啦 你用理论模型去看 你的确好像可以抓得很准很准 但是你没有想到 就是一个建筑 它要完成之前 它中间有很多的厂商 那每一个厂商 你觉得都有办法 跟你抓到这么准吗 我就讲一个 就是用最简单的人性的心态 去看好了 假设 譬如说我今天在做卖饮料好了 我的成本有可能提升 但是提升的实际金额 我还不确定是多少 只有一个大概 你没有办法抓很准的状况下 假设我成本是涨一块好了 但是你不确定到底是一块 还是一块多 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就是抓多一点 因为我就是要稳赚嘛 对 因为我不可能赔到 我也怕赔到嘛 对不对 所以我有可能啦 成本是涨了一块 那我在售价上面 我有可能就涨了五块钱 那万一我到时候抓错的话 它多的话 那没关系嘛 我至少还cover得过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临时后面又再去调涨 一直在调涨这样子 那人家买起来会觉得很堵烂嘛 对不对 其中一个厂商这样子 那它的上游厂商呢 肯定是这样 因为我要采购它的东西 那我再涨一点 再涨 那再一层一层一层涨一点 最后到建商手里面 我看到已经是这样的金额的时候 那最后我建商 不好意思 我再涨一点点 我也怕 到时候万一 你今天跟我买预售案 结果这个成本开始上涨了以后 我的获利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关于我怎么跟股东交代 对不对 那最后得到的结果 那可能是超过你在模型上面算出来的 而且模型上面算出来的 不会绝对准啦 每个人的担心 每个人都怕赔到钱 每个人都怕 我不做生意没事 我做了生意赔钱 我这样讲不是建商 我讲的是有些下游的包商 那他当然可能会抓多一点点 那原本建商抓的成本 就不会说是很夸张了 我这样讲 我可能会被骂 但是一般来讲 你抓个三成差不多啦 也不要说只抓两成啦 也不要说抓到一半以上啦 我说正常的状况一下 但是你说你房市很热的时候 你房价可以一直往上拉的话 那可能另当别论啦 那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说你是用三成左右来看的话啦 但是问题是他的下包厂商 其实建商都是尽量去压价的啦 用量去制价嘛 那你那个量一多 每个东西的成本只要涨一点点 因为我量多 所以他金额会很大 对吧 所以以下包厂商来讲 会怕 我不可能接这一单赔钱吧 那这样子的做生意的人性 预期的心态 他有可能会涨价 我的成本会有变动的话 那大家都会要做一个什么 就是我要拉出一个安全线出来 我不可能接生意 接到自己垮掉嘛 对不对 那最后反映到的结果 不就是你的整体 就刚刚专家他讲的 房价有可能涨5到10% 那明年是就是要 只是卖橙屋 才不会被归到 买橙屋的话的确是啦 就比较不会有 所谓的碳费的问题了嘛 对 可是橙屋是不是 其实也会被归到 因为预售涨了 橙屋就会坐地起价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有联动的 那很难过 很难 对 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如果你预售的价格 可以拉上去 那橙屋的就会觉得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拉一点 对啊 就像是前段时间是 因为心情 橙屋卖得很好 就橙屋开始自己涨价 那不就开始推动到 预售市场 那甚至另外一个 前段时间有人讲说 这个现在解禁的 这个资金盘 他有可能 很大部分是进去商办 对啦 那跟你住宅有没有关系 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 但是假设你今天的住家 可能不远处 就有一个A级的商办 那他的价格拉上去了 那你觉得 旁边的价格 不会收到牵动吗 我觉得一定会 对不对 那你先不讲了 那光是地主就觉得说 原来这边是这个价格 那可能他下一次在卖土地的时候 土地的价格就更高了 其实他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牵动 一定会有一个联动的效果在 所以我们不是说 房价一定要看涨 他有涨有跌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些状况 是的确有可能导致 你可以说都不合理 都怎么样 那我们就讲一个 就是之前说 蛋很稀缺的时候 蛋涨价了 对不对 没错 但是后来蛋降价之后 你去吃汉堡店的蛋 他有降价了吗 没有啊 他就会有一个僵固性嘛 好 再来讲另外一个啦 举例啦 你在公司上班了没有 原本的薪资 可能因为你的工作忙很多 公司有一些薪资调涨 对不对 后来公司觉得你很忙 然后请了一堆人 帮你的工作分散掉了 公司会降你的薪吗 照理说不太会 是不是 有点难啦 就是说你的薪资 你也不太愿意被调降嘛 对不对 那也许举这个例子 人家觉得会是 听起来不高兴啦 我只是要去讲一个 就是说假设他价格 调得上去 那这个价格 如果在市场上是可行的 他不太愿意调下来 对不对 那就像是 如果说你老板跟你讲说 没关系啦 我这个月 让你稍微轻松一点 我薪资帮你降一点 好不好 你很难同意 对 员工通常都会就是静默 对啊 要不然你就说 好啊 那不然我就换工作啦 所以这个是 讲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人性啦 我们人的心态是这样子啦 所以只要市场上 是能够接受这个价格 那他就有可能有降股性 那现在的市场 已经营造一个 对于建商 其实算是一个最佳的舞台 为什么 你现在这个水位又满了 再来是 你的中股市场的价格 也往上拉了 没错 假设我的这个预售建案 我给你优富方案 但是无形之中 其实我的价格是比较高 你知道的 但是我给你新的建材 这些东西都给你很好的 但是这个所谓的碳费 我也加在里面了 不过因为你在中股市场 他因为要的这个自备款 比较高 你下不去手 你去预售屋买了 买了以后 也就是说变相的 这个条件已经成立了 那之后未来的建案 很有可能就以此类推了 对不对 那当他以此类推 你就会讲说 好啊 没关系 我就多存点钱 或是我去多借点钱 找亲友先帮忙一下 我去买乘屋 你又回来发现 当你预售屋 往这样子涨的时候 它是涨得动的话 那乘屋也价格要跟进了 你看其实这一次新清安 不就是这样的状况吗 你看新的房子是价格 你觉得很贵很贵 你这样骂 但是因为新清安以后 大家有信心去买中股市场 就乘屋市场的房子之后 也变贵 它贵的是有理由吗 就是说 我这个有用新的建材吗 我用新的这个 没有 没有吗 它只是因为政府有补你 它想要哪 对不对 这种感觉吗 但我们先不讲说 它的地段好不好的问题 但是你没有新清安之前 你的地段还是这样子 对不对 有了新清安之后 你涨价了 你觉得一般的屋主 想要转售的这些人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心态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假设这东西就真的加上去了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前段时间大家在讲的 其实1-2-7 我们在很久之前就讲 对不对 发现一件事情 之前讲说 这个因为新清安 5年后 有可能抛售的 你不觉得这些人又更少了吗 对不对 先不讲现在的房价 此时的市场 是不是还在持续还涨当中 但你也已经预期到 之后的房价 可能5% 10%再涨了 那你这样子看起来 去年用新清安 买房子的这些人 好了 假设用1000万人来看 你才丢200万进去 你现在的房价增值 再加上未来有可能的增值 你已经拿多少回来 虽然说你现在每个月 还是在缴宽限期 但假设5年之后 让你感觉 我的房价已经赚200 我投200赚200回来 虽然说我中间有去付 利息 对 这个宽限期的部分 还有一些持有成本的部分 但是你会感觉 我有信心继续买下去了 就继续把这个房贷付完了 我先不讲他是不是投资 之后要转卖 不管 但是你是不是觉得有信心 房价的这个增值 他自己感受到 他就会觉得他买到便宜了 没错 买到便宜的感觉是什么 不是我买了以后 他一直跌价 而是我买了以后 原来他一直涨价 我买到便宜了 我买了东西以后 他就突然变成是没人要的东西 你会觉得你自己捡到便宜吗 不会 我觉得自己是笨蛋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 一定会有人又要算 又要讲又要骂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算的都对 但是你有没有把人性算进去 你有没有把这些 所谓的底下的建筑的 其他的包商 他们在担心的事情算进去 因为他一个小小的包商 可能他也要养活员工 他也怕赔到钱 他们的风险你算进去了 你不算进去 他一定会算进去 对不对 你算进去以后 得到结果 还是会是你原来的模型 算出来的结果吗 这个你要思考一下了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集的 防老吉 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